手机通讯软体一响 低头足就开始滑手机 智慧型手机普遍的时代 几乎人人都有一支智慧型手机 玩游戏或是看影片 手机几乎都不离声 根据国建署的统计 国能幼儿近视盛行率居高不下 目前幼稚园中班小朋友近视和弱视的比率 已经达到两成 而为了降低民众使用3C产品的频率 国建署从去年就开始规划 未来将会要求厂商在3C产品 加注使用过度恐伤害势力的警语 内容包括未满两岁幼儿 应该避免观看荧幕 两岁以上学领前的幼儿 一天使用3C产品时间不可以超过一小时 大人以及青少年使用3C产品 每30分钟应该休息10分钟 新政策预计7月上路 现在那个儿童的这个气势的问题很严重 那这个部分其实是相关的单位都在关心 长期在偏乡服务的医生表示 目前在原乡挂眼科的比率没有增加很多 不过医生也表示 现在在原乡不管大人或是小孩 使用智慧型手机已经非常普遍 也提醒民众使用智慧型手机 20分钟以上一定要先暂停 并让眼睛适当的休息 我个人是比较反对 是说用手机或者是平板去做看电 所以我们要到一个小时 半个小时到一个多小时的 不过加注警语是不是硬性规定 每一个3C产品都必须加注 国建署表示近期内还要在邀及 相关单位讨论再做决定 记者国民亚未导秀 新北市细致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